Melody 阿拉比 早晨 早晨 你好阿晨 早晨 你好阿大寶 今天這位主角 我們有非常美女的Jojo 李旋 早晨 大家好 我是Jojo 李旋 現在說到童年 童年的你最大的回憶是什麼 少少背景 我媽媽在KL工作 其實我回去住在IE兒獎童的外婆 我不是一個很幼遠的人 因為自己也是白樣座 我屬於比較堅強的人 所以我很多自己覺得不開心的東西 我收藏不給別人看 那時候我從來不會在大人面前流眼淚 有很多人說 娛樂圈或演藝界 很願意改變一個人 大艷剛 其實是不是這樣的呢 我也很感謝我現在做演員這份工作 我覺得是打開了我的心 其實到今天為止 我先看那件事 要完成它 是要做到好的程度 只可以以我的觀點 覺得我可以支持的 令它更加好的是這樣的東西 工作上我希望大家明白 不工作之後 其實我不在意 但後來你會發覺 如果有人敢對你的時候 你都會不舒服 張心比心是很重要的 我也不想說誰對誰錯 因為我覺得每個人都自己選擇 所以做領袖這件事 你是享受的嗎 我看情況的 因為我是一個 我喜歡Crisis management的人 如果你風平浪靜的時候 其實我不是一個好的Leader 很悶啊 這個又可以 那個又可以 太多想法了 很難做一件事出來 但如果有Crisis給我的話 幾次的經驗 我發覺我原來是 比很多人更快的人決定 很多人在這個時候 這樣的情況下 有時他們會覺得我很霸道 甚麼都要聽你的 但其實我的覺得就是 大家不要浪費時間 其實你也有想法 你也有想法 但你們都不敢說 那我是我說 那如果我說 你們不敢說 那你就聽 當我來到做事的態度 我還有少許這樣的事 旁邊的事 你不需要跟我解釋 我不想知道 因為那個是你的問題 我不需要煩你的問題 這就是為何我們叫做團隊 我有些問題 其實我都不需要跟你說 因為這個是我需要解決的地方 當然你說聊天 那是兩回事 我是說工作態度的話 甚麼每次都拿來要問 我覺得很浪費時間 為甚麼我不自己做 很想挑戰的 很享受的 我其實甚麼都開心 因為我太喜歡這份工作 因為只要每次我接到不一樣的角色 那他就是一個不一樣的人生 因為我很喜歡探討內心不同的層面 如果那個角色其實是寫得越立體 那我就會越喜歡 所以好像演戲裡面 你哪一步或者哪個時間才開調呢 所謂因為我是一個會經常 照鏡然後自我審視的人 當我看回我的作品 我會知道我有心虛的地方 再加上可能我真的想做得更加好 我就開始往外地去探討 那其實問題出現在哪裏 其中一個就是我覺得我不夠信任對手 我用腦太多 我沒有用心 那個作品出來的時候 如果那個技術有部份沒有去支持的話 你幾個情緒 或者你又不熟悉導演和鏡頭的運作的話 你根本看不到東西 你做100分出來都是50分 你做50分出來都是50分 一個演員基本要做的事就是 接受那個角色和Embrace那個角色 那現在的你是處於什麼階段呢 還是在一個不學習的階段 我想要重新我自己 其實我每一天都很想自己變成一個更加好的人 我希望自己可以對身邊發生的事情 有更加高的敏感度 多些去關心 如果給你一種超能力 你想會有什麼 還是想做什麼 當然想到會飛 我已經不需要很急速地到達一個地方 可能有些事情我以前想要三個月到的 其實我不是太介意用九個月 生命是可以充滿思義的 這期的他的故事 我們非常感謝祝祝 謝謝